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 继续向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艳电函 并通过其他方式对江泽民同志逝世 表示深切哀悼 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 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 总理范明正 国会主席王庭慧表示 江泽民同志是中国党和国家杰出领导人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了卓越功勋 江泽民同志与越南领导同志共同确立的 长期稳定 面向未来 睦邻友好 全面合作十六字方针 和提出的越中要做好邻居 好朋友 好同志 好伙伴 为两党两国关系不断发展并取得重要成果指明了方向 我们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 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 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尼泊尔总统班达里表示 江泽民主席是一位卓越的领导人 和富有远见着实的政治家 为提升中国国际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尼泊尔将始终铭记江泽民主席 为培育和巩固尼中木林关系所做的贡献 沙特国王萨勒曼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表示 对江泽民主席逝世深表哀悼 对逝者家属以及友好的中国人民 是以最诚挚的慰问 德国总统施泰因麦尔表示 江泽民主席在任内给中国带来了深刻影响 他的名字永远同中国经济的腾飞 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紧密相连 我们不会忘记他为推动德中关系发展 做出的巨大努力 柬埔寨首相洪森表示 江泽民主席是中国杰出的政治家 他的卓越领导不仅激励了中国人民 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敬 至此悲痛时刻 仅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最深切的哀悼 吉尔吉斯坦总统扎帕罗夫表示 吉方高度评价江泽民先生为中国国家建设 和集中关系发展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对其逝世表示沉痛哀悼 向中国人民致以最深切的慰问 土库曼斯坦总统谢比尔德·穆哈梅多夫表示 江泽民先生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巨大成就 极大提升了中国国际声望 其功绩将被载入史册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齐约耶夫表示 江泽民先生为发展乌中伙伴关系 推动两国政治经贸人文等各领域合作 做出重大贡献 乌方将铭记在心 第77届联大主席克勒西代表联合国大会 向江泽民同志的家人 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 表示江泽民先生是国际合作的伟大支持者 带领中国取得成功 并在联合国发挥了突出作用 带领中国取得成功